有一天,一个很有智慧的老法师,他问他的弟子,他说,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总是要喊呢? 所有的弟子想了很久,其中有一个弟子说,师父,因为我们失去了冷静,所以我们就要喊叫。 老法师问,但是为什么别人就在你边上,你还要喊呢?难道你不能小声地跟他讲吗?为什么总是要喊,怕别人听不到呢? 所有的弟子七嘴八舌说了一堆,没有一个答案能正确的。 最后,这位法师解释说,弟子们啊,在两个人生气的时候,心的距离就会离得越来越远。 因为人的恶气会阻挡和对方气场的接近。 所以为了穿越新的距离,为了使对方能够听见,所以吵架生气的一方就会拼命地喊。 但是喊的同时,人会更加的生气,越生气,距离越远,距离越远,就要拼命地又要喊。 老法师,老法师继续问道,如果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,会是怎么样呢? 你们知道,情况相伴,人跟人感情好的时候,不但不用喊,而且说话都是轻声细语。 为什么?因为他们的心越来越接近,心和心之间几乎没有距离,所以当两个人特别好的时候,一般都是用耳语式的。 所以在他们的心中,爱会更深,到后来根本不需要什么语言。 有时候用眼睛就能传递感情了,所以心与心的距离就没有了。 我们学佛人就应该明白,因为人和人意见不合,或当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,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和他的心变得越来越远。 更不能说一些让人伤心,更不能说一些让人伤心和接人伤疤的话,要学会冷静加上念经。 过一会儿,过一会儿,你心的距离,过一会儿,你心的距离柔和了,你就会接近了,然后再慢慢地说。 所以,跟一个人讲话,越喊,感情越远,越轻轻地讲,你会越来跟他感情越好。 希望我们要懂得,为什么念经要轻轻轻地念,因为我们跟观世音菩萨和跟佛陀的感情很好,所以念经都是,从来没有一个人念经。 全手牵掩,我也打背心,托了你。 现在知道了吗? 所以,台长告诉大家,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去决定和做任何的决定,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 因为当人在生气的时候,你所有的决定都不一定是正确的。 因为人与人的交流,不是靠着身体,靠着声响来交流的,而是靠着心灵来沟通的。 所以,希望大家一定要用心对别人好,你才能患得人的真心。